我们经常用水淋淋来形容宝宝,这是有原因的。 在婴儿体内,水分占其体重高达71%80%,远选于成人的60%,对于婴儿来说显得更为重要。 传统认为,矿泉水排自地底深处,富含化物盐和微量元素,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宝宝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,正需要补充这些微量元素,那么从饮水中直接获取。 既方便,又利于吸收,和乐而不为难,从宝宝降生的那一刻起,家中的所有人都开始为它清洁所有。 对于宝宝用品,父母们会精心细致地挑选,宝宝的代谢旺盛。 对于零到六个月的小宝宝,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采用母乳喂养。 宝宝每日所需水分,可从母乳中摄入,随着宝宝的成长,饮水渗入量随着增长。 那么,宝宝的饮用水,父母们也用心选择了吗? 宝宝的饮用水,以化为最佳,父母们可能对于配方奶粉的营养成分了解甚多。 但是,对于饮用水其中的营养成分,可谓关注甚少。 这品的无味的饮用水,其实对宝宝而言,也同样是获取营养的重要来源。 宝宝的饮用水中最好含有适量的化物质,例如,盖、美、加、铁、心、丝、吸、褶、灰、梦等于字。 这些化物质对于宝宝的成长发育有着积极的作用。 但是,宝宝的饮用水,并非是矿物质越高越好。 因为宝宝的肾脏系统发育尚未完全,不高的矿物质会增加宝宝的肾脏负担。 所以,宝宝的饮用水中的矿物质元素应当适中。 在国际相关的权威机构,也针对宝宝的饮用水,给出了明确规定。 比如,德国儿科学会推荐适合应幼儿的饮用水那小鱼,等于20毫克每升。 瑞士儿科学会推荐适合应幼儿的饮用水该小鱼,等于200毫克每升。 每小鱼等于40毫克每升。 日常生活中作为普遍的自来水。 由于地域的差异,不同地域的自来水水质不同,素含有的矿物质含量也不尽相同。 某些地区的自来水中矿物质含量可能会高或过低。 若是自来水中的矿物质含量适中,煮沸后给宝宝饮用,也是比较合适的。 而纯净水,则不推荐给宝宝饮用。 其中的矿物质含量几乎为0,不利于宝宝的健康成长。 另外,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,其中的矿物质含量,是根据成员所需的标准而设置。 尤其那含量很高,不适用于宝宝,依照成宝宝身功能的负担。 父母在为宝宝挑选矿泉水时,需要看清其中的矿物质含量,选择逼矿的矿泉水为宜,商业无菌。 宝宝饮水的卫生保障,宝宝的饮用水, 除了含有适当的营养元素之外,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父母们格外注意,那便是饮用水是否达到商业无菌。 对于瓶装水而言,很多父母认为,这些水经过工厂的生产与架构,经过各道处理工序,可以直接放心带给宝宝饮用。 其实不然,瓶装水最高的标准为商业无菌。 其瓶装水经过高温液春后,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,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在其中繁殖的非致病性微生物。 美国FDA食品法规规定,婴儿瓶装水应加热杀菌,满足商业无菌要求,英国卫生局推荐使用,符合商业无菌的瓶装水位养婴儿。 而我国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仅规定,业太婴儿配方食品微生物,应符合商业无菌要求,并为对婴儿饮用水基础相应规定。 纯净水,可以喝,但不能经常喝,经过两次加工的纯净水,不适合先生儿的消化系统。 因为纯净水的矿物质含量或低,会造成细胞烂液的浓度差不大,同样也会造成吸收障碍。 此外,纯净水在滤掉一些有毒物质的同时,也把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过滤掉了。 长期饮用纯净水,有可能造成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缺乏。 碳酸饮料,最好一口不喝,碳酸饮料不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。 首先,怕含糖量很高,容易导致宝宝超重或者肥胖。 同时,在糖的盖性过程中,还会将很多原本是用来满足宝宝生长发育,需要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消耗掉。 其次,它所含有的碳酸会对宝宝鸭齿幼稚起到腐蚀作用,容易出现取齿。 最后,碳酸饮料中含有很多的添加剂。 这些添加剂从长远上看,到底对一个优小的,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? 我们并不清楚。 但是为了避免这种伤害,最好一口都不要喝。 蝎榨果汁,可以喝,但不要超过每件饮水的20%。 当时,蝎榨果汁不但清洁卫生,所含的营养也非常丰富,比如维生素C,比如维生素,以及血,鲜,钙等。 不过,6个月以前的宝宝不宜添加果汁,在腐蚀添加阶段,蝎榨果汁要兑至少一倍的水后,再给宝宝饮用。 而且,类似的量不要太多,对于一岁以后的宝宝,每天的饮用量不要超过饮水量的20%。 白开水,最好的饮料,煮肥后自然冷却的白开水,具有助进新陈代谢,输送营养,清洁内脏,利尿,通电,增强集体免疫力等作用。 在煮肥过程中,杀死了致病菌,而且水中还保留了肝,没得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 同时,它和体内生物细胞中的水分只有较大的进合力,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,所以是宝宝的最佳选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